清場污點多好幾輛警車 出現在飯店門口 大批警力出凍 甚至還出現了拼力小組 盾牌也全都用上了 因為傳出有人在飯店內持槍鬧事 頭腳吧 待會兒就回來了 不然發現什麼事情我也不知道 是嗎 你聽說有拿槍嗎 拿槍 誰有拿槍 不知道 沒有吧 但是幫我滅我去噴人看 一聽到有槍 飯店人員臉色瞬間變得凝重 但還好是徐經一場 因為釣魚監視器發現 只有一名黑衣男子喝得醉醺醺的 拿飯店走廊的滅火器亂噴一通 把整個走廊弄得到處都是乾粉 把業者警方弄得人養麻煩 鬧事的男子倒是睡了香甜 警方最後在樓梯間找到他 躺在木板上呼呼大睡 而誇張事件發生在高雄星星 4號清晨5點多 在中正四路上的一間飯店 31歲的零星男子 因為喝醉酒開始鬧事 不斷拿滅火器亂噴還打電話報警 說有人持槍打架 這下事情大條了 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男子喝醉酒恶作劇浪費社會資源 這筆帳等他酒醒之後 可得要好好跟他算清楚 TVS新聞張麗玲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